大家好 我们这一刻开始给大家讲安卓 项目开发当中最常用的一个 自定义 自定义概念就是说 有一些界面需要自定义 有些功能需要自定义 还有一些空间需要自定义 然后我们这一刻重点来看一下自定义空间 然后自定义空间 我是给大家通过启动 不同方式实现 然后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 自定义空间一 首先在安卓 开发中难免会遇到自定义的空间需求 有些产品的需求或者是效果是系统空间无法满足的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需要自己分装 这样的话效率才能提高 遵守安卓规范 同时具有高效的兼容性 因为安卓的系统 非常多 机型非常多 所以你写的空间不能说只兼容一种机型 或者两种机型 或者少数的 要兼容大部分 好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时 空间 自定空间 主要是实现 如何实现呢 就是继承will 或者 will group 实现自定义空间 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 extense 然后will 然后最后注意大小显 呃大小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完成 这是我们上一个讲 然后我们打开library 因为我们的空间都要写了library好 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 cust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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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比如说先定义一个tax will吧 taxwill 我们 自定义的taxwill 好 自定义taxwill 这里 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呃 机承will 是不是 机承will 好 来看一下具体实现 实现的这个 方法 方法是这样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啊 什么呢 画吧 因为will都是画出来 好意思说这一块必须 得通过这个 画布 画出来 然后我们画出来之后我们这一块就开始执行画作 画怎么画呢 首先 你得定义一个画笔 画笔的意思 画笔 画笔都是拗出来的吧 是不是 好 画笔拗出来 这时候画笔拗出来之后 我是不是对画笔要进行一个参入设置 这时候设置什么呢 设置他的 就是set 让他不能有 锯齿吧 锯齿 style style 是叫 setstyle setstyle 是叫 呃 pand pand 是不能 呃 是叫有锯齿 这个锯齿是什么呢 story stor stor storik story 这是不能有锯齿吧 好 不能有锯齿 接下来我们设置画笔颜色 也就是所谓的字体颜色 画笔 颜色 画笔 颜色 相当于 字体 颜色 这是我定义的字体颜色吧 是不是 对 set pand color 吧 这个set 直接叫set color吧 set color 我看一下 这个set color set color 你用系统的 颜色 就比如说我给定义的是 blue吧 blue 这个必须大小啊 blue 好 定义完成之后 紧接着我们给设字体大小吧 字体大小 set tags size 好 我们定义就比如说叫20 好 定义完毕之后 紧接着 我们如何呢 紧接着 是不是要开始 设置我们的底色呀 底色 机面颜色 底色 底色是不是画布 在画布基础上去画 所以说他就他的 颜色 set color 是 draw color 因为他不是叫set 应该是 draw color draw draw 点 点 点什么呢 我们设个颜色就比如说叫 green green 好 可能 好 画笔画布完成了紧接着我要 呃 说明一下我们要画什么内容吧 是不是 tags 画什么内容 好 就比如说 i am 我来自嘛 im from 我来自自定义空间 hast time tags will 是不是 我来自自定义空间 好 我来自定义空间 这是我要画上去的文字 好 画上去的文字定义好了 紧接着下来 是不是就开始用画布 看位子直接网上画了呢 是不是 draw tags吧 tags tags就是 这一刻的 他 然后位置 位置就比如说 左边 就是 x 就稍微有点距离吧 小距离不然太紧凑了 呃 高 外桌 最外桌 30吧 然后这里放画笔 这样就OK了吧 OK之后 然后我们 就把看位子保存一下 一定要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看位子 点 与死到下 与死到与死到下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把 界面再刷新一下 因为那个刷新一下啊 这就完成了吧 看一下啊 啊 这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操作 自立困难完成了吧 完成好之后 那我们来 在 Qt里面去 引用一下吧 我不引用 我怎么知道我写的对 还是不对呢 是不是 啊 啊 叫 Customer Tags Ul吧 TagsUl就比如说 呃 我先包裹 包裹再说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来运行一下项目 看一看效果 这一块呢大家 应该是 明白他简单的一个 原理了吧 你行不行 这个编译 正在编译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还有说了一个大小可以在插买奥中设置或者在 啊 Messure中设置大小 我们来看运行 这个运行安装完成 啊 这就出来了吧 I am from Customer TagsUl吧 这就出来了吧 好 出来好之后 大小是不是 太大了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的是 第一步是在这 可以是大小吧 就比如说我在这一块设个大小设 23050 230 宽 50 dp 这是230 dp 好我们再运行 再看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 Messure Messure 这给刷大小吧 这如何刷大小呢 这个方法事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先看一下安装效果 好 这出来了吧 这是23050的吧 是不是 就是一看这有点盖上说明这个框 可能算小了吧 230 我再给他设个 260 6吧 应该可以 其实这一块也是一样 在这 设大小 他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SetMessure 状 这个 Demission 好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大小设置 我们这里一样 好 出来了吧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吧 好 我们 射出来之后把这个还是恢复到包裹吧 为了看那一块的效果 好 这包裹之后 我们在这边是260 点 50 好 我们再看一眼效果 这也是为起效果了呢 编写 编写 这边 继续在编写 好编写完成 编写完成之后 安装 好 一样效果出来了吧 是不是 好 这效果出来 这是我们定义的 自己画的一个 text 继承 继续 好 我们再来一个实例吧 再来一个实例 比如说我再画一个其他的 啊 text 就比如说再来一个 嗯 image will 因为大家也是常用的 是不是 image will 那我 也是一样 同样道理 那我这一块 只是说他的 区别在哪呢 区别是不是说 还是在这 把这一块画的text will 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 我这个画笔无锯齿就不需要了吧 这个颜色需要 然后 我把这一块的去掉了吧 这个text 就不能画text 啊 不能画text 那这一块我就紧接着画什么呢 text 是不是都是由一张图片组成 叫 bitmap吧 首先得定一个bitmap bitmap 这不是 对了 三个去吧 是叫工厂 deco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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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code什么呢 decode resource吧 code resource decode resource get resource get resource 点 2点 job 2点 就是laborate job.aclaunch 这个机器人我们给画上去 好 画上机器人之后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用画布 画布 来画一个 job bitmap job bitmap 好 画布画上去了吧 然后 这一块 就为说其实位置还是10吧 1010 去上每个1010 open的 画笔 上一看以前给大家讲过这bitmap用完一定要怎样呢 回收吧 你才够吧 用完结束回收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 画了一张图片上去 然后这个大小先不是 我们先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在 这引用一下吧 叫 images 那这个相对布局相对布局又是不是给你的id啊 tags tags 比如说 然后 然后 这是 blue吧 blue id 第1 给它下面吧 这上面再隔开一点 margin top 比如说 10dp 好 我们紧接着运行一下 看一眼效果 这是我们定义的images 指标 大家看到这个区别了吗 一个是draw bitmap 一个是draw text 就是画什么你就 这就执行什么就行了 安装完成 出来吧 是不是机器人出来 只是说它这个大小太大了吧 太大了我刚才给大家说两种办法 一个在这是大小 一个是在这吧 那我把在这给它试 这是 是100 还是100吧 好 我看一下这次大小设置好之后他是不是应该就ok了呢 是不是看这个自立空间 认识的第一步是觉得他没什么神奇的 好 认识了如何去实现自立空间后面就简单多了 你后点写的东西都是这好 大小呃刚好是一个正方形吗 太子位因为准备出来了 出来好之后 那我们 这一块 实现 就 今天的课史就算是 大家 明白了这一点 好 明白了 继承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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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铺 的 自立空间之后 那我们下一刻给大家讲的继承 系统空间如何去完成 好 这一刻就写在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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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